所以這一次習近平也表明了 反對歐盟的脫鉤斷鏈 其實這個鉤也沒這麼好脫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中國跟歐洲 我們先來看美聯社的這一份資料 歐盟每一年對華商品跟服務貿易 逆差是2300億歐元 所以其實歐洲幹嘛 歐洲也是希望來做生意的 我進口了你這麼多東西 那你這個中國大陸 你是不是也多捧場一下 我們歐盟的產品呢 希望可以降低對華貿易赤字 提高歐盟在中國的經濟地位 蔡委員 我們先弄清楚一下 習近平他的英文的頭銜 其實不是國家主席 他英文的頭銜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統 他正式的用語就是president 不是什麼chairman 再來我們看歐洲理事會主席 米歇爾他的頭銜也不是chairman 他的頭銜也是president 所以歐洲理事會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歐盟的國家元首 如果你把歐盟當作個類國家 他就是國家元首 那個馮德萊恩是政府總理 是由這個米歇爾提名的 然後經過一段程序通過了 所以他代表著歐盟的最高權威 所以你現在講話 他的是有分量是有影響力的 分量比馮德萊恩高幾倍啊 因為他在出論這個職務之前 他的身份是比利時的首相 然後因為當選的這個職務 馬上辭掉比利時首相來做這個職務 所以兩個是一個類國家元首 一個真正的國家元首 等於是兩個總統在談事情 這當然分量不可等量把它忽視掉 那他提到不干涉中國內政 其實他後面還有一段話 我們希望跟中國有人權對話 也就是歐盟自己要拿個樓梯下來 說我以前整天罵中國 什麼新疆人權 香港人權 好好好 我們那個人權對話 我尊重你內政 那我拿個樓梯自己下來 這個米歇爾以前是很 有某種程度算是反中的角色 他今天做了很大的轉變 他怎麼讚美這個中國 我想拜登聽到 一定要從樓上跳下來 他怎麼講呢 中國不搞擴張 誰搞擴張啊 就是美國 或者俄羅斯搞擴張啊 中國不搞擴張 然後說 中國的維護了聯合國的憲章宗旨 誰是沒有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 他到底在講誰啊 最近另外一句話 中國支持多邊主義的重要夥伴 他是我們歐盟的重要夥伴 我們都支持多邊主義 那講白了嗎 就是你歐盟不支持美國的單邊主義 所以這種 這種重要的角色的一個領導人 講了這個話 拜登聽了一定會很生氣 那我們自己很清楚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逆差 請問一下這一次的冬天那麼寒冷 然後不跟俄羅斯買天然氣 那現在進口一大堆 所謂的保暖的物品 什麼電壇暖壇 全是哪裡買得到啊 暖手寶 對不起啊 不是中國買得到 是中國浙江省的義烏買得到 所以你沒有別的辦法 所以你當然會產生重要的什麼 重要的一些逆差嘛 那2022年有這麼大的逆差 沒什麼好意外啊 因為這個義大利也好 法國也好 有很多的高級品啊 這消費品啊 基本上都斷練斷工 在中國大陸已經漲翻天了 所以你看前幾天有個新聞啊 日本人把一個歐洲的一個高級的皮包拿出來拍賣 現場拍了600人還是300人 這個全部中國人啊 全部中國人 為什麼 因為中國這方面本來有高關稅 所以變成說 中國老百姓喔 跟我們以前台灣人一樣 出去海外有大包小包 馬了一大堆 那賺點關稅回來 要嘛就轉賣 要嘛就分送親朋好友 對 中國現在大陸是處於這種狀況嘛 那如果說 義大利法國的供應鏈能夠恢復完整的話 中國明年開春呢 也要舉行一個叫做 國際消費精品博覽會 他中國習近平已經邀請 這個義大利的新總理美羅尼 說你來當主兵 把美羅尼弄得這個 像小花亂戰啊 開心的不得了 那他很清楚啊 這是一筆大生意耶 那你就一個比利時 有什麼高什麼東西 在中國大陸最歡迎比利時的高級巧克力 所以比利時會很開心 意大利很開心 法國很開心 那你德國雖然沒有什麼高級消費品賣給中國 你不要忘記喔 這也是中國幫德國很大的忙 什麼很大的忙 因為以前喔 川普逼中國簽一個長約 跟他們美國買天然氣 對 然後這個時候 中國就說順水人情 把這個天然氣轉手 也不加什麼價錢 就整個加個運費 就賣給德國 那德國一下子嘴巴都封起來了 以前我幫你罵得這麼慘 那你現在還對我這麼好 有難的時候見真情 對啊 然後隔壁啊 我的好朋友賣我四倍價錢 那你頂多加個利息而已 那我以後怎麼還對你那麼兇 我怎麼兇得起來啊 那所以這個逆差其實跟這個石油 跟那個天然氣有關係 但是不管如何啊 這個中歐關係 不只是解凍 而且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所以那個俄羅斯的那個前總統啊 梅德韋傑夫啊 現在是像安全會議副主席啊 他講說 哎呀你應該美國跟歐洲該離婚了吧 你這個項目之間處得那麼差 對不對 已經已經不是怨偶還已經家暴了 這個時候應該離婚了吧 英國的蘇納克呢 他們的這個新任首相呢 好不容易換了一個新任首相 沒想到呢走回了一樣的老路 而且不知道有沒有更慘 等一下請蔡永遠幫我們來評論 好蘇納克說呢 中英兩國之間的黃金時代 已經告終了 好這邊也幫大家找了一下 他所謂的黃金時代是什麼呢 來導播幫我們上一下 曾經喔中國跟英國 兩國的關係可以好到 坐下來喝啤酒 坐下來吃英國的炸魚薯條 但是很抱歉 其實也沒多久耶 這就是2015年的事情而已 當時候呢英國首相是 卡麥隆跟習近平 好中英的關係 其實是可以這麼好的 那到後來到底發生什麼事 怎麼走偏歪成這樣呢 包含了其實英國也退出歐盟了嘛 那英國也開始網美靠攏嘛 蔡永遠你怎麼評論呢 中英之間的黃金時代告終了嗎 不會告終 因為兩邊的利益糾葛太深了 這個我也不客氣講 蘇納克的話你不用去相信他 他不得不這樣裝 他不裝也不行 理由有兩個 裝給誰看 裝給美國跟英國本地老百姓看 為什麼 因為蘇納克取了一個 大概有百億千金 一百億千金 就他的老婆是印度第二大軟體公司 然後這家印度的第二大軟體公司呢 那全世界排名也排到蠻前面的 但是這家公司 有40%的業務在中國 所以他蘇納克一直在競選 這個英國保守黨黨魁的第一波 被前面那個特拉斯給擊敗的時候 他被批評了一個原因就是說 你家是中國利益代言人 為什麼 因為你家的黃金時代都來自中國 所以中英黃金時代告終了 蘇納克的黃金時代還在繼續 因為他的黃金都在中國 原來是這樣 那他當然要撇清啊 裝這一副 比如說我從這個我們張博士那邊 賺了很多錢 我還要故意講說 我跟他真的沒有關係啊 哎呀我為了跟他競選啊 我們兩個還要打成 假裝打成一團 所以蘇納克 我就用海濤法師的名言 假的 他假的 他不得不這樣裝 不這樣裝的話 他基本上就沒有什麼 政治上生存的空間 何況他是 是英國殖民地的子民 突然間當英國的首相 英國已經開始有點不太適應了 再說你跟中國搞在一起 那英國的老百姓跟中國 有點感情上很難磨合 其實就是香港問題 英國人總覺得 香港應該還是我的殖民地啊 香港應該我有很大的發言權啊 香港的利益應該是以我為主啊 這種心態你要短期內要退潮 真的不太容易 然後也有很多的香港人啊 一直覺得 哎呀 英國女王是我們的女王耶 對不對 然後英國女王一去世的 要如傷拷皮耶 所以我是覺得 這種情感喔 難免的啦 需要花一點時間來沖刷 所以蘇納克一直要夾 可是你要注意到 蘇納克有沒有採取什麼 具體的行動去反中 也沒有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耶 他就在嘴巴上講 所以這個人是很好的政客 這點我們不否認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他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